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六十一集 那妖婉好声哄圈 姑娘 好好戴上吧 若是来的只有姑太太和大小姐也不逼着你戴了 可惠姑娘和三太太也来呢 你瞧 明姑娘都戴上了 她那个瞧着比咱这个还沉呢 品兰抬头看看明兰那只微微颤动的大猪钗 心里平衡了些 便嘟着嘴让戴上了 管部朝正房走 沿着抄手游廊拐个弯 一个丫鬟守在门口打开帘子 二姑娘和明姑娘到了 明兰随着品兰跨进门 阵当中坐着圣老太太和大老太太 大太太李氏坐在墩子上 文士站着张若茶果 都笑着和几个穿着滑贵的女子说话 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 一直紧挨着圣老太太 摇耳朵说笑话 她肤色微黑 一双眼睛却灵动活泼的 真不似她年纪 她见品兰旁边 站着一个她不认识的女孩 立刻起来拉着明兰 细细的上下打压 只见女孩 浮如雪明 目光清澈 一对米粒般的笑窝 在烟红嘴角隐隐若现 她顿时眼睛一亮 回头笑道 婶婶 这就是我侄女明兰吧 哎呦喂 瞧这小模样身的 比画上还好看呢 都说侄女儿小姑姑 果不然与我一个模子呢 大老太太指着她笑道 呵呵呵 好你个美脸 你这是夸名烟呢 还是往自个儿脸上贴金呢 就你那块料 就是在头十次胎 也剪不着这般好皮子 那妇人居然撒娇着跺了跺脚 娘 我这可是给您整脸 我身像您 我夸自个儿 不也就把您带上一道夸了吗 您倒好 还拆牌 大老太太无奈地摇摇头 生老太太也被逗乐了 点点头道 云丫头 果然孝顺 屋内众人一起大笑 妖婚媳妇也捂着嘴暗笑 大老太太指着那妇人对明蓝道 这是您云姑姑 又指着坐在下手墩子上 一个尖眉戏眼的妇人道 这是您三老太爷家婶婶 然后指着站立在旁 一个年轻媳妇和一个垂手的少女 这是您淑兰大姐姐 这是三房惠兰堂姐 明蓝立刻屈身过去 盈盈下巴行礼 一一叫过 屋内众人见她行礼 点整规矩 从肩到腰到膝盖足 姿势婉约清零 优雅浑然 待见得大老太太 拉着她说上几句话 都觉得她落落大方 举止得体 恭敬老实又清净 众人颇是喜欢 圣云最是直率 一把拉过明蓝 细细说话 问着喜欢吃什么 可住的罐之类 一边从怀里 拿出一个沉甸甸的 大红金绣线 管编荷包给她 我家明蓝伸得好 回头姑姑 送几匹上好的云井窝段 来给你做衣裳 平蓝身心豁达 见明蓝受人喜欢 也不生气 指甲一脑道 姑姑你好偏心 如今见了 比我好的妹妹 便把我忘在脑后了 圣云用力点了下 平蓝的脑门 笑骂道 你个小没良心 这些年 你从姑姑这儿 拿的还少啊 屋里众人说话 只那三太太 没人去搭理 她孤零零喝着茶 忽然插口道 平蓝侄女 你就知足吧 虽说都是侄女 可还有你惠蓝姐姐 可半分没落着呢 明蓝低着头 偷偷看笑惠蓝 只见她红着一张脸 低头不语 再看那三太太 衣着看着光鲜 仔细瞧那边角袖口处 却有磨损补救的痕迹 圣云不去理她 只轻飘飘地一句话略过 婶婶带我们兄妹有大恩 明蓝侄女儿 字也不一般 那三太太被撂下 转头狠狠瞪了一眼 慧蓝 智桑骂怀 你这不成器 若你有你明蓝堂妹 半分讨人喜欢的本事 便也得了你姑姑 大小宗物件了 如今白叫了十几年姑姑 半分银子也没落着 圣云当机返口 嫂子的话我可听不懂了 难不成你家里孩子叫我姑姑 都是打量着算计我物件 三太太竖着眉毛尖身道 哟 可不敢 只是如今外头人都说 圣家大房二房都金山银山堆田了海 妾只看着自己兄弟叔伯 落魄要讨饭了 也不管上一关 凭日日诗周放迷给不相干 也不过是虚途了个 大善人的好名声 原来也是做样子 品兰一听 有人侮辱自家的父亲 立刻大声道 我爹爹前日里刚给三婶身家 送去几大车柴米 至于银两 那是月月不断 这也是做样子 大太太理事沉身道 品兰 修得无力 还不快退下 屋内一时刀光剑影 明兰 暗暗扎射 只低着头 不敢让人看见自己脸上的坚毅 晚日里 他们姐妹三个吵嘴 或者王氏和林姨娘 鸣枪暗箭 都是有 可也从无这般撕破脸的心境 再偷眼去看旁人 只见包括圣老太太在内 所有人都面色如常 大老太太哼了一声 祝儿媳妇 你今日是来拜见你二婶子 还是来寻幸 在长辈面前如此大呼小叫 也不怕小辈看了笑话 三太太仗活了脸 一言不发地坐下 猛喝茶吃点心 明兰转头 只见品兰一脸得意 挑衅看着惠兰 倒是书兰颇有不忍 把惠兰拉走去说话 解了屋里的窘迫 这是一个丫鬟进来 并道 李家旧太太来了 大太太忙道 快请 丫鬟打开帘子 只见一个满头猪脆 肌肤风雨的妇人进来 见了大老太太和圣老太太 忙恭敬行礼 笑道 我来叨扰了 老太太莫怪 只是常听着我小姑子念叨 沈娘和其慈爱 今日便厚着脸皮来拜见了 盛老太太 盛老太太笑道 旧太太也太过千了 都是自家人 说什么两家话 年纪大了 旧喜欢热闹 你们能来 我高兴得很 明兰 来见过旧太太 明兰上前来 公身行礼 迟疑着 不知叫什么好 那旧太太忙开口 你便如品兰一般 叫我旧妈吧 明兰抬眼 看了看圣老太太 见她微微汗手 便乖巧叫了声 旧母好 旧太太诸实 也眯成一线笑道 好标致的闺女 老太太好福气啊 说着 也从身边丫鬟手里 接过一个汗淡色荷包 塞到明兰手里 明兰低头一瞧 只见这荷包 珠袖辉煌 相争定宝 极其华丽耀眼 不看里头东西 光是这荷包 就价值不菲了 大家做下序话 旧太太诸实 依旧没有理睬三太太 只和圣老太太 他们说话 从精灵 说到精尘 从内卷 说到子女 明兰从不小看 这种 内宅妇人间 闲话恭维 只细细听了 才知道 早年间 李老太公 和圣老太公 一起发家 一开始 并不如圣家兴旺 不过人家儿子养得好 没有引经外来基因 而是凑合了乡下 结发妻子 三代勤恳经营下来 家业繁盛 成了又阳县城里 数一数二人家 三太太几次欲插嘴 都不得成功 大老太太说了话话 忽然对圣云道 太深了 今日他没随你来吗 圣云笑道 五根难得曾经成回来 我那傻小子 总也说个没完 哎 旧太太 你今日一人来吗 朱氏笑道 来了玉根和都根 都在外头呢 大老太太笑道 都是自家亲戚 快叫进来 说着便叫丫鬟缠人 然后帘子掀开 进来三个年岁相当的男孩 琪琪给圣老太太下巴行李 大老太太笑着只当头一个 眉眼含笑 纯红齿白的男孩道 这是旧太太家二公子 玉根 后指着左边一个勉腾害羞的男孩 这是李家三公子 都根 最后指着一个面皮微黑厚实健壮的男孩 这是我云丫头小子 太生 三个男孩各有风采 一时间屋内一片薄薄之气 除了明兰 其余众人皆早时 于是明兰只得过来 逐一失礼成虎 随着品兰 一概都叫表哥 猪是笑着对明兰道 你还有个大表哥 这会儿出外办事去了 你大表嫂 人是极好 以后 可要来我家玩 盛老太太赞道 旧太太好福气 哥儿都这般风秀儒雅 端是美智良才 旧太太笑道 这两个魔星可闹着呢 老太太谬赞了 盛老太太拉过李家两个男孩 细细问了读书学问 知道大的已考上秀才 小的也是个领身的 更是习惯 好好好 上进用功方式道理 朱氏笑道 他们这可算不得什么 听闻老太太家长孙 不知秀才举人庆史 都是一次考中 如今被点了数级室 在汉林院供职 这才是战争文曲新下凡命格哟 盛老太太转头 瞪了大老太太一眼 定是老嫂子到处说去 没得夸坏了孩子 大老太太笑道 有好 自然要夸 回头等这俩孩子上京复考了 你且照应这点儿就是了 盛老太太 盛老太太道 这还用说 为哥儿媳妇侄子 便如我自家孩子般 旧太太 待哥儿们上京了 就住到我那儿去 家里还有两个备考小子 恰好做伤 朱氏就等着这句话 连声笑道 那可真谢谢老太太了 玉儿 都儿 还不快磕头谢过 林玉里都都立刻再次拜倒 旧太太谢了又谢 品兰辅到明兰耳边 轻声问 不过是住到自己亲戚家里头 做什么这般道谢呀 明兰苦笑 这小姑娘还真敢说 只答到 我家书多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